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财经扫盲课 关于财经、股市的扫盲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量化交易、算法的博弈厂 二、绿色能源投资、环保也能赚钱 三、保健品市场、健康是第一生产力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量化交易、算法的博弈厂 好的,让我们来聊聊这个充满数字魔法和算法巫师的现代金融奇幻世界 量化交易 在这个博弈厂上,每个参与者都像是一位魔法师 他们不是用传统的水晶球或者占星术来预测市场 而是使用数学模型和计算机算法 这些算法就像是他们的魔杖 通过挥舞他们,他们可以在股票、期货、外汇等金融市场上施展魔法 试图从市场的波动中捕捉利润 量化交易的故事可以追溯到20世纪中叶 当时的计算机还像是一间小屋那么大 但聪明的头脑们已经开始思考如何用这些庞然大物来战胜市场 随着时间的推移 计算机变得越来越强大 量化交易者的算法也变得越来越精妙 在这个博弈厂上,有一些特别有趣的角色 比如说,有一种算法被称为高频交易 HFT 这些算法就像是市场上的闪电 他们可以在几微秒内完成交易比人类眨眼还要快 他们在寻找那些只存在于瞬间的交易机会 就像是捕捉市场上的小虫子 然后还有一些算法 他们擅长于识别市场的模式和趋势 就像是金融界的预言家 他们通过历史数据来预测未来的价格走势 尽管他们并不总是正确 但当他们预测准确时就能够带来可观的收益 但是,量化交易并不总是一帆风顺 有时候,这些算法会遇到所谓的黑天鹅事件 这些是极其罕见且难以预测的市场事件 他们可以在瞬间摧毁精心设计的交易策略 就像是一位魔法师突然发现自己的魔杖 变成了一根普通的木棍 此外,量化交易者之间的竞争也非常激烈 他们不断地改进自己的算法 试图超越对手 这就像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算法和计算能力作为武器 最后,让我们不要忘记 尽管量化交易听起来非常高科技和无情 但它仍然是由人类设计和监督的 这意味着,无论算法多么先进 他们仍然可能受到人类情绪和错误的影响 就像是一位魔法师在施法时不小心念错了咒语 结果不是召唤出了一只可爱的小兔子 而是一个不受控制的火球 总之,量化交易是一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领域 它是金融世界中的一场持续不断的算法博弈 在这个博弈场上 只有最聪明、最快速、最适应变化的算法才能生存下来 而其他的则可能被无情地淘汰 这是一个既有科学严谨性又有赌博般刺激的世界 每一天都在上演着数学与市场情绪的激烈对决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绿色能源投资,环保也能赚钱 各位同学,朋友们,今天我们来聊一个既时髦又时会的话题 绿色能源投资 你们可能会想,环保听起来总像是要牺牲一些东西 比如舒适、时间、甚至是金钱 但告诉你们,这个时代已经变了 现在环保不仅能让地球妈妈笑得像春天的花一样灿烂 还能让你的钱包骨得像秋天的南瓜一样圆润 首先,我们得认识到,绿色能源并不是新鲜事物 风力、太阳能、水力,这些都是古老的能量来源 想想,我们的祖先,他们用风车抽水,晒谷 那时候,他们可没想到几百年后 这些老把戏会成为现代人追求的高科技 现在,我们用风力发电机、太阳能板 这不就是古人智慧的现代版吗 但是,绿色能源投资的真正魅力在于它的未来潜力 随着技术的进步,成本的降低 绿色能源正变得越来越划算 你看,以前装个太阳能板,可能得花上一辆车的钱 现在呢,价格可能只有一辆自行车那么多了 而且,随着政府的补贴和税收优惠 这辆自行车可能还是打了折的 再来说说市场需求 随着全球对气候变化的关注 绿色能源的需求正在爆炸式增长 这就像是你发现了一家只卖健康食品的餐厅 在一个越来越注重健康的社会里 这家餐厅的生意肯定是越来越好 绿色能源市场也是这样 他的客人是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多的政府 企业和个人 而且,投资绿色能源还有一种道德上的满足感 想想看,你的钱不仅仅是在增值 还在帮助减少污染,保护自然,拯救地球 这就像是你在赚钱的同时,还获得了超级英雄的称号一样 是不是感觉自己酷炫极了? 当然,投资总有风险,绿色能源投资也不例外 技术的变革,政策的不确定性,市场的波动都可能影响投资回报 但是,正如古人所说,不如虎穴,焉得虎子,没有一点冒险精神 怎么能够抓住时代的机遇呢? 所以,各位未来的绿色能源投资者 当你们在考虑如何让自己的财富增长的同时 也为这个星球做点贡献时 不妨多看看绿色能源这块大蛋糕 记住,环保也能赚钱,而且可能赚得不少哦 不过,投资前请务必做好研究 毕竟我们都希望自己的钱包和地球一样能够持续健康的成长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保健品市场,健康是第一生产力 各位同学,朋友们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既古老又现代的话题 保健品市场 这个市场就像是一颗永不衰老的神奇痘匣 不断地在人们的健康教育终生根发芽 你可能听说过健康是第一生产力 这句话在保健品市场中得到了最生动的诠释 首先,我们得承认 保健品市场的兴起有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土壤 回想古代 我们的祖先就在使用各种草药和补品来增强体质 延年益寿 不过,那时候的保健品更多是基于传统医学和民间厌方 而今天的保健品则是在现代科技和营销策略的双重作用下 变得五花八门,琳琅满目 现在,保健品市场就像是一个大型的健康嘉年华 各种产品声称能够提升免疫力 改善睡眠 增强记忆力 甚至是逆转衰老 这里面,有的产品确实是经过科学研究 有一定的健康效益 但也有不少产品 其实是靠着精美的包装和巧妙的广告词 来吸引那些渴望一夜变健康的消费者 让我们来看一个有趣的例子 有一种保健品 它的广告宣称能激活细胞 重返青春 这听起来就像是找到了响应不老长生梦的神奇药水 然而,当你细看成分表 发现里面不过是一些普通的维生素和矿物质 这些东西在你日常的饮食中就能轻松摄取到 这就像是把一瓶普通的矿泉水贴上源自喜马拉雅山脉的标签 然后价格翻了十倍卖给你 但是,我们不能一棍子打死所有保健品 事实上,随着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 环境污染的加重 以及饮食习惯的改变 一些人确实需要通过补充保健品 来满足身体的特定需求 比如,老年人可能需要额外的钙和维生素D 来维持骨骼健康 上班族可能需要补充一些B族维生素来缓解压力 所以,关键在于我们如何理性地对待保健品 我们需要像对待古代的草药一样 既要尊重科学研究的成果 也要有一颗辨别真伪的名言 在这个充满诱惑的保健品市场中 我们要学会做一个明智的消费者 而不是被营销策略牵着鼻子走的健康追梦人 最后,我想说的是 保健品固然重要 但它们绝不是健康的万能钥匙 真正的健康来源于均衡的饮食 适量的运动 充足的睡眠和良好的心态 这些才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追求的第一生产力 那么,下次当你在保健品商店里 看到那些闪闪发光的瓶瓶罐罐时 别忘了用你的智慧之眼 透过那些华丽的外表 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健康宝藏 毕竟,健康不是买来的 而是一点一滴积累出来的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各位观众朋友们 今天我们一起探索了三个不同领域的话题 量化交易 绿色能源投资和保健品市场 这些领域都充满了挑战和机遇 也都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在量化交易中 算法与市场情绪的较量 就像是魔法师们的战斗 只有最聪明 最快速 最适应变化的算法 才能在这个博弈场上生存下来 而绿色能源投资 则是一个既时髦又时髦的选择 不仅能让地球妈妈 笑得像春天的花一样灿烂 还能让你的钱包 鼓得像秋天的南瓜一样圆润 至于保健品市场 它就像是一颗永不衰老的神奇斗甲 不断满足人们对健康的需求 但我们也要保持理性 不被营销策略蒙蔽 这些话题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 无论是金融 环保还是健康 它们都与我们息息相关 我希望通过今天的分享 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新的思考和启发 现在 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和问题 你有什么样的观点呢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欢迎订阅 mon乃